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巴拿托 跟大家講講 2022年第十一個星期 美加經濟數據 加拿大方面出了2月消費物價指數 即是通脹 由1月5.1%按年升幅 到2月5.7%按年升幅 這個數字就比起本來 Statistic Canada 預期5.5%為高 但算不算高呢? 都已經是意料之內 能源價格上升24.1% 當然啦,入油 就算是2月升了不少 按年、汽油價格上升32.3% 食物價格按月升了1% 以後按年2月升7.4% 雖然你去超市買菜 尤其是去茶樓、餐廳吃東西的時候 絕對絕對覺得不只升那麼少 雖然7.4%也很多 但是有趣的地方 我之前在不同的餐廳分享過 一些很貴的餐廳 或者以前覺得PCOVID的時候很貴的餐廳 因為沒什麼升價 反而其他都是水鬼星星王 變相來說 那些平日貴的餐廳 反而相對來說比較便宜 每間餐廳都不同 核心的通脹數字 這樣就是3.9% 這個也是三十年來的新高 雖然比起 美國或是美國來說 還是偏低 交通費升1.1% Shelter 即是住屋上的消費 升0.6% 那幾乎是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 沒有什麼變 其他都是 升到瘋了 還未算 上個星期 講美國通脹的時候 都有提及的 3月 汽油價格 是因為烏克蘭被入侵的時候 都是繼續來攀升 再加上食物價格 都是連帶地有影響 再不要算 即是Supply Chain 在某一些地方 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 就算你負運 尤其是空運 有很多亞洲來北美洲那些飛機 都會超過俄羅斯 又或者是亞洲空運去歐洲的時候 現在很多繞道 不經那裏的時候 又會浪費多了油 以至到很多要透過飛機 附運的服務 又或者是貨品 都會來加價 或者是延誤 那這個時候 亦都會影響了 接下來三月 如果現在說5.7 3月會不會去到 6.3 6.5 那些水位 哪怕 哪怕 核心的數字 可能說3.9 維持不便 或是升到4.1 那些水位 就沒有那麼變態 那就是拭目以待 總之 高通脹的年代 仍然會長期地維持一段時間 那加拿大另外有個幾好的消息 那就是一月 那那個零售數字 那 那 上升了3.2% 按月 這個 比起原本的預估 是較為理想的 那雖然 那 那個 估計 二月的時候 就會微跌 0.5% 那 這個數字 不是因為 這個通脹 那 那 那 只是計算 Volum 都說 2.9% 很厲害 那 汽車和汽車零部件 有個 5.3% 的上升 那 雖然 Gas Station 的Sales Volum 下跌 0.2% 那 核心的銷售 即是剔除了 汽車 汽車零部件 和汽油 那 就有2.9% 流程的上升 那 之前12月的時候 輕微下跌的 例如 家居 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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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 然後 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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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乘衣三副鞋襪 下跌3.3% 不過隨著 back to office 可能都要西裝西褲 在家裡 整整兩年了 3月17日開始 正式work from home 公司叫你work from home 不是你自己和老闆說 我可不可以work from home 已經過了足足兩年 現在3月19日 即是 接下來就會開始 back to office 你都可能會有些人趁機 有些可能已經見3.99 可能都要更換一點 這樣會不會刺激到2月 或者3月的時候 數字在三副鞋襪購買 就會多了 那就不得而知 那就繼續拭目以待 但怎樣算也好 整體來說 九個省份 都有上升 Novascosia 升得最多7% BC省升4% Quebec3.9% 而安省約 若雞少少少 都有3.1%的升幅 都頗可觀的 美國亦都出了2月 不是1月 2月的零售數字 可能可以對加拿大來說 作為一定程度的參考指標 按月就上升0.3% 稍為約計過預期 0.4%的上升 但是這個數字 是因為1月的時候 本來是3.8% 按月的上升 但現在 調整為4.9% 爆強的升幅 即使在1月爆強調整的升幅下 2月仍然都是上升 Auto and Pax 輕微上升0.8% 但是 隨著那個天氣相對地混亂 又或者 美國人 其實一到都已經不理會 是否封鎖 口罩現在 除了某些政府機構 說還要戴外 其他都說了 安省都說4月開始 就告訴你 你可以不帶 或者 別人帶你也不要歧視他 你不要比別人那麼壞 即是 Gas Station 的Sales有5.3%的爆升 很瘋 當然 當中 這個就是包賣的Price 升幅的時候 會 offset 真正的Volum 可能沒那麼瘋 Food and Drink Store 有2.3%的升幅 另外 Sporting的Boot Store 都有1.9%上升 Hobby Box Indigo 那類 又上升1.7% 至於 Covid and Accessory 加拿大1月的時候還沒跌 美國2月也是上升1.1% 整體來說 如果加拿大和美國的數字 你會看到 消費力 是沒有因為 Inflation 壓力 而來 下跌 而且 繼續上升 當然 未來來說 究竟 消費 會因為 Inflation 繼續高而又高 而高企一段時間 以至到 它是會變得疲弱 還是 我們現在 一來又有 saving 二來 Income又上升了 尤其是一些 所謂低收入人士 他們 的工種上面 那個加薪幅度 是比起 professional 更加高的 相對的percentage 不是說高很多 Dollar amount 可能都是低的 變相來說 這些都會令到消費力 繼續堅持 還有 還有一件事 就是 隨著back to office 各方面 都會令到消費 繼續強勁 究竟哪一樣的力量 是強一點 暫時來說 我仍然覺得 Inflation的影響 對於消費來說 是低於 那個Income的上升 還有 大家的購買力 仍然是強勁 那樣東西 再加上back to office 當然 另一件事 這樣 就是可能 drawback 就是 如果 你就算購買力 有 但是 你買不到那件貨 因為 supply chain shortage 的影響 那時候 都會有 那個衝擊 例如 之前 其實很多人都想換車 或者買車 但是 問題 你都出不了車 因為chips 而chips 不是說 你全部東西都堅持 你整部車 這麼多的零件 你其中有 三件零件堅持 你整部車賣不到 或者 裝嵌不到 你卖出去 這樣就堅持 但這些 可能都是一個滯後的影響 到他回來的時候 都會來 back up 估計下半年的時候 那個 supply chain shortage 理論上 會解決 但是 打仗 又會不會 有一定程度 slow down 或者 delay 在當中 繼續 要多些數據 來瞭解清楚 美國 正式宣佈了加息 25個basis point 估計 聯儲局 會加7次息 今年 下年又可能 再加3次息 以後 會加到2.8% 現在來說 在這次加息之前 是0至25個basis point 以至到 兩年內 總共加10次息 這個 比市場預期 是次數為多 本來是大約 今年加4至7次息 然後 去到下年 可能是加7至8次息 以至到 你見到 債息都上升了 同時間 你看到 股市又有趣 加25個basis point 是市場預期之內 但是 加多了息 對於大市的升跌 似乎沒有太大的衝擊 究竟 究竟 美國加息 能不能夠 緩和到 通脹呢 傳統來說 如果通脹 是driven by demand 可能 都會有一定程度 緩和 在當中 但是 如果 是driven by supply 的時候 又會不會 同一支歌仔 可以唱到 還是 當 這個 supply chain 緩和 的時候 就不需要 加這麼多息 同時 同時 也有人擔心 美加 各國 來加息 英國 Bank of England 都在加息 剛剛 遲過美國一天 又加25個basis point 在這種情況下 對樓市 對 Mortgage 的衝擊 有多大呢 到四月頭 講 這個 樓市 更新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一下 和 跟大家講講 不同的 一些分析報告 這個 估算 我自己的 opinion 是什麼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那些 資訊 能夠幫到 你做一個 參考 和 股票 投資 分析 歡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share Bidibala Talk